哈囉,大家好,我是喜歡香草,熱愛田園生活的尼克 那我想很多人喜歡種香草,料理香草裡面奧勒岡是很重要的香草 那奧勒岡家族還有馬約蘭,義大利馬約蘭 然後還有一個叫肯特奧勒岡,有四種我現在都有在這些裡面 所以我等一下派給大家看,讓大家認識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其實會覺得,哇,你們總得有點像傻傻分不清 其實傻傻分不清的時候,香草要來做分類的話 其實你要參考它的味道 有時候只看外觀,你可能會覺得更真的分不清楚 像我也是要搭配聞一下它的味道 像薄荷這麼多種,像奧勒岡,很多都是要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我的介紹 在這個植草裡面啊,有三個跟奧勒岡相關的植物 像這個是馬約蘭,我最喜歡它的香氣 因為它有那個古龍水的香氣,聞起來好舒服喔 然後這一個,這邊這一個呢,這個是那個義大利馬約蘭 那其實英文應該是叫做Italian Oregon 應該叫義大利奧勒岡 它就兼具了馬約蘭跟奧勒岡的味道 這顆就超級稀有的,這叫做肯特奧勒岡 你看這邊開花了,紅紅的,好漂亮喔 其實啊,你只看這個地方啊 把它放大看,你會誤以為它很像是那個油加利 因為它灰灰綠綠的 那我另外旁邊還有奧勒岡,總共有四種 等一下把它摘下來,讓大家來體驗,感覺看看能不能夠分別出來它們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是馬約蘭的樣子 然後最近它開花了,它在春天會開花 然後花這樣子這樣子 那開花的時候葉子量會減少 所以如果你看到開花,其實可以把它剪掉 那它不要一直開花,因為這樣葉子都變少了 這邊這一顆有一些黃吊的話 這一顆就是那個義大利馬約蘭 那它的葉子就是有點像奧勒岡的樣子 聞起來是奧勒岡加馬約蘭的味道 這一顆最特別的 這個是肯特奧勒岡 味道跟奧勒岡一樣 可是葉子不像奧勒岡有毛 這葉子沒有毛,還看得到很清楚的葉脈 我們來看這邊 你看這樣子 有沒有,它有點灰綠色 其實它好漂亮喔 但是它最稀少,最難取得 應該是因為種的人很少 而且感覺它是裡面相對焦落 你看現在這邊看起來醜醜的 還好這些末梢有開始長得變漂亮了 這一顆就是奧勒岡了 奧勒岡的味道是很適合做番茄類的料理 這個是奧勒岡 所以我們總共介紹了四種 大家來認識一下 哇,我的老天爺啊 連我都傻傻分不清了 這裡是不同的植物 這個是奧勒岡 這是義大利馬約蘭 這是馬約蘭 這個是肯特奧勒岡 奧勒岡的話是綜合意識香料的味道 它葉子毛毛的,葉子顏色比較深 這個馬約蘭的話 它是葉子比較灰綠色 因為它的毛很細 所以看起來是灰灰的 是整個葉色比較淺 它有古龍水 南系香水的香味 所以泡茶很棒 那中間這一個呢 是義大利馬約蘭 也叫義大利奧勒岡 它就兼具了奧勒岡跟馬約蘭的特色 它有古龍水的香味 這個也有一點綜合意識香料味道 所以這個義大利馬約蘭 就是可以拿來泡茶也OK 拿來做菜也OK 再來這一個呢 這是肯特奧勒岡 這個比較少見 那它的味道是跟這個奧勒岡的味道一模一樣 好,等一下換一個角度 讓大家看一下它不一樣的感覺 我把枝條上下顛倒 然後再讓大家欣賞一次 這個是奧勒岡 這個是義大利馬約蘭 這是馬約蘭 這個是肯特奧勒岡 然後這個就是義大利馬約蘭跟馬約蘭 要開花的樣子 它們的花真的很像很像 好,那所以說 要辨別它們的方法之好 透過聞它的氣味 這個是綜合香料味 這一點古龍水味 一點香料味 這個是古龍水的味道 那這個是用 它是奧勒岡的味道 它的葉子形狀 葉子的脈絡 完全跟奧勒岡不一樣 所以它是肯特奧勒岡 哇,傷腦筋啊 真的快要搞不清楚 沒關係 當你有經過栽培經驗 有跟它更接近的接觸之後 你就會很容易 能夠區分它們的不一樣了 在看完奧勒岡家族的介紹之後 我想大家應該不再會傻傻分不清了吧 每個植物都有不一樣的風味 跟細節的外觀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 歡迎你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一起享受香草與田園生活的美好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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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